那气渔体质怎么调节 气渔体质我们中医一般需要疏干行气 气渔体质往往都是干气渔解 所以我们中医需要疏干行气 解渔散结 把闷着气给它缩打开 给它散开 把它心结打开 所以说首先就是我们心态 要调整自己的心态 让自己的心态保持一个愉悦的心态 然后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药物 我们中医的药 有时候是药食粮用 比如说我们用一些代茶饮 这里边我们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简单的 比如说三花饮喝的叫三花茶 代茶饮小手段这是 对对对 比如说我们用菊花 菊花它就可以树干行气和血 而且树干平干养木 可以加入茉莉花 茉莉花它也有这个 礼器开育必会合中调理匹配的功效 再加上一个玫瑰花 玫瑰花也会加强礼器解育行血止痛的功效 那么这个三花茶就有蔬干行气 解于散结的效果 所以气于体脂正常比较清廉 你可以长期的沿用 再说到调理的时候 你用了一个词你说散结 对 散结呀 什么叫散结 人身上长得嘎嘎嘎嘎嘎嘎就是结 对对不对 那有些人他就爱长得玩 什么乳腺的什么甲状腺 他就爱长那个东西 甲状腺结结 对对 乳腺结结 您是最擅长治这种病人 肺结结 对吧 对对对 它就是因为气压或什么的淤质 然后导致这种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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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 这个责备几位药加起来 就帮助我们疏通颈部的甲状腺结解 那么肺结解我们要加入一些 比如说猫爪草啊 下枯草啊 这些能够连翘啊 招脚刺啊 帮助我们疏通肺部的结解的药 那甲状腺结解我们要加入一些 比如说这个亡部流行啊 比如说菊和啊 能帮助我们疏通甲状腺结解的药 必须得加减治疗 中医一讲啊 中医讲辨证实质 辨证实质是中医活的 假如说林黛玉当年要落到您手里 说不定不至于这么惨 是不是 中医是自胃病 在他初期我们中医就要进行干预了 行 我们再看下一个片段 来